在娱乐圈中,明星的颜值一般都是秀色可参的 那么作为他们的家人是否也继承到了优良基因? 明星家人们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挖掘新闻内幕,讲述明星故事 大家好,这里是新闻哇哇哇,欢迎收看今天的精彩节目 1.林青霞 许多人并不知道林青霞还有一个姐姐 她的姐姐名为林丽 这对姐妹的差距可以说是非常大 林青霞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大美女 并且也是一个优秀的演员 曾经红遍了亚洲 而林青霞的姐姐林丽 则是一辈子默默无闻 林青霞不仅仅自己非常出名 后来她嫁给了香港富商行李员 更是成为了百亿豪门的太太 许多人总是认为 作为林青霞的姐姐 即使不能大富大贵 至少也应该是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不过让许多人想不到的是 林青霞的姐姐林丽小时候 曾经以祈祷为生 长大之后林丽当了一辈子的小学老师 如今林丽生活在河南 靠着450元的退休金生活 在外人看来 林丽肯定十分羡慕林青霞 但事实上 确实林青霞非常羡慕林丽 林青霞常说 羡慕林丽过着简单纯净的生活 林丽跟着奶奶生活 由于年纪太大 无法照顾好林丽 后来林丽的叔叔收养了林丽 林丽才得以不用饿死 林丽十四岁的时候 跟着养父又去了黑龙江 林青霞的父母一直非常记挂 自己的内地的女儿林丽 1982年 林青霞的父母决定 再次来内地寻找自己的女儿 他们兜兜转转之后 终于找到了在黑龙江的弟弟 1987年 时隔39年之后 林丽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林青霞知道姐姐的生活并不富裕 所以总是希望给林丽提供帮助 但林丽却从来不问父母跟妹妹要钱 甚至常常担心林青霞在娱乐圈发展 会遇到事情 如今林丽已经退休了 拿着450元的退休金生活 但她却内心满足 林丽的三个儿子都大学毕业 而且都已经结婚生子 二 崔台精 姐姐是崔台精 性感女神出道后 努力摆脱姐姐的影子仍未果 一首年轻人 由动感十足的崔爱莲演唱后 别具一番风味 从此成为她的招牌歌曲 然而 纵观演艺圈的姐妹花 大多数妹妹的成绩都赶不上姐姐 崔爱莲也是如此 无论她唱跳多耀眼 终究无法与姐姐相提并论 究其原因是姐妹俩风格太像 崔台精以理性谈试 崔爱莲则是感性 这个差距也曾让姐妹两起冲突 二人还一度拒绝往来 时间长达八个月 但姐妹终究是姐妹 那份血浓雨水的手足之情 是怎么也丢不开的 崔台精对这个小她七岁的妹妹 依然照顾有加 后来崔爱莲认识了男友杨耀东 两人在民国76年合伙开室内设计公司 促成不少生意 渐渐地唱歌变成了她的副业 此时的崔爱莲已经不像早期那么在乎 赶不上姐姐在舞台上的成绩了 三 珍珍 我从山中来 带来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 希望花开枣 这首由胡适撰写的兰花草 曾因营霞的演唱快至人口 传遍大街肖像 然而没有人知道 62岁的营霞命运坎坷 因为医生的失误将卵巢癌 误诊成巧克力囊肿 以致营霞的癌症扩散 身心饱受摧残 据了解 营霞在2014年进行手术 因医生以错误的方式开刀 导致癌细胞四溢和扩散 事后要接受四次修复手术 医生却推卸责任 营霞数次败诉 身心受到沉重打击 虽然迎来重审 营霞的情况却并不乐观 身体非常不稳定 需要定期赴医院检查 体力骤降 腰椎 手腕时不时出现疼痛 前段时间在家看电视 营霞不小心在沙发上睡着 醒来全身无力 不慎扭伤 一只脚肿得跟猪头一样 走路也会跛脚 营霞的姐姐珍珍 是第一代穷妖系女神 不过珍珍的感情生活非常坎坷 第一任前夫是情场浪子谢贤 第二任前夫则是作家刘家昌 珍珍与刘家昌曾闹得不欢而散 公开互私成为仇敌 年初珍珍身体也出现状况 突发脑部出血 在医院紧急开炉 术后定期到医院复诊 此前 营霞大多在姐姐家里休养 但珍珍现在自顾不暇 很难再去照顾亲妹妹 62岁的营霞只能靠自己 四 大小S 五官重要还是脸型重要 一直都是困惑大家的一个千古谜题 其实在长相上影响一个人的颜值 不仅有脸型 五官 还有五官布局等等多种因素 即使是亲姐妹 拥有很相似的五官 但给人的感觉还是不一样 大S徐熙园和小S徐熙D 是娱乐圈里公认的时尚姐妹花 作为亲姐妹 她们有着相似且精致的五官 但是给人的感觉却是不一样的 首先我们看脸型 其实我们在看大小S的同款照片中 不难发现小S的五官 单拿出来要比大S精致 人中 嘴巴的形状都更优秀一点 不过总的来说大差不差 但两个人的脸型其实是有差距的 妹妹的脸型比较窄一点 下巴更尖 而姐姐脸部的线条更加顺滑饱满 除了脸型之外 还有眉型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出来 姐妹俩的眉型是有所不同的 小S的高挑眉很有预解法 但是大S一贯是很平滑 看不出来眉峰的平眉 大S的这种眉型非常自然 柔和 温柔 从视觉弱化五官立体 会显得格外人出无海 很凌家的感觉 小S的发迹线有点偏U型 而且很喜欢这种 all back的发型 跟发际线很圆润的姐姐比 还是蛮吃亏的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 拥有少女感的脸型 大部分都是小圆脸或者鹅蛋脸 拥有平滑的眉型和圆润的发际线 五 曾宝宜 香港知名演员曾志伟 有二子二女 两个女儿都是前妻所生 两个儿子则是和现任宋丽华所生 曾志伟的儿子曾国祥 和曾国球虽然是一个爸妈 但两个人的长相可谓是天差地别 哥哥曾国祥早年做过一段时间演员 现在是知名导演 长得相貌堂堂 是圈子里有名的青年才俊 而弟弟就有点差强人意了 因为萧斯父亲 形象不怎么好 曾经做过演员助理 最后自己开了一间公司 曾志伟的子女中 只有大女儿继承了她的事业 成为了一名演员 曾经也出演过不少经典电视剧 和郭靖安还合作过《傻王闯天下》 曾宝宜在台湾圈子里 混得比较开 担任过主持人 也常常参加各大综艺 是个观众都很熟悉的艺人 曾宝宜同时也是一名歌手 出国《显爱》 《我们的童话》等畅销专辑 和姐姐曾宝宜不同 妹妹曾咏仪基本不露面 所以曾志伟的女儿在圈子里 几乎见不到她 两姐妹年纪相差不大 在他们三两岁时 父母婚姻破裂 这件事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 让很多媒体争相报道 家里来来往往都是记者 让当时年纪很小的曾咏仪 留下了深刻印象 长大后曾咏仪 十分厌恶圈子里的纷扰 拒绝任何镜头 曾咏仪在外面练书的时候 也很少提家里人 她的朋友基本上 都不知道她是大明星的家人 曾咏仪自己谈了一个男朋友 见过双方家长后 两个人就水到渠成的就结婚了 婚后的曾咏仪和丈夫一起 移居国外 很少回家 就是弟弟曾国求在婚礼上 都没有看见她出席 看来真的是不喜欢娱乐圈 这些事的人 曾宝仪与妹妹的对比照发现 妹妹的美貌气质 要比姐姐好得多 进圈子肯定能大火的 但是妹妹很有想法 曾宝仪曾透露 虽然自己年长 可妹妹比自己更成熟 很多事看得很透 有时候自己遇到事情 手足无措 还是妹妹给拿的主意 如今四姐弟中 只有曾咏仪过得 最幸福 最让人羡慕 不受媒体打扰 和丈夫恩爱美满 六 孙云云 威风集团懂娘 孙云云称霸台湾社交圈多年 被誉为第一名媛 姐姐孙盈盈 则大多待在美国 但社交圈一直盛传 孙盈盈从小比孙云云漂亮 第一名媛该归姐姐吧 那就拿儿时照 来场残酷比一比吧 孙盈盈 孙云云的祖父 孙法明被称作 中国现缆之父 创建了泰电集团 全胜时期投资新加坡 新马电缆 泰国中泰电线电缆 太平洋汽车货运 太平洋建设 华兴丽华 华龙科技大学 台湾大哥大等企业 两姐妹可谓是 显金汤市出生的千金人生胜利组 孙盈盈在44岁生日前夕 宣布恢复单身 将她生日当天秀出 与妹妹孙云云两人的儿时合照 祝贺自己生日快乐 孙云云也在IG发文 写下 Sis I will always be here for you 而孙盈盈隔空搞笑 恐吓回应 You better be here for me 照片中 孙盈盈绑了两个辫子 而孙云云则绑了俏皮冲天炮 鼓鼓的脸颊很可爱 除了身高差 两人看起来就像双胞胎 与现在的样子没什么差 孙云云还曾秀出 两人小学时期的泳装照 标志细长的鸟仔脚 在这时已经定型了 但妹妹忘了缩小腹 肚子突出一大块 以名媛标准 这可是最大禁忌 难怪家族的人说 孙盈盈从小比较漂亮 两姐妹都爱漂亮 但也都有让人不想知道的黑历史 孙云云天生 头发自然卷 她苦笑说 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就像狮子一样 得花很多时间处理这毛事 而孙盈盈之前 不太满意眼皮内霜 自己处理双眼皮贴 不假手他人 还开玩笑 是不是该去找 一美缝一下 让眼睛看起来大一点 许多少女羡慕名媛 光鲜亮丽的生活 但姐妹两也都表示 不用羡慕他人 他们的真实生活 其实就是围绕着家人 小孩打转 珍惜眼前的人事物 就是最幸福的事了吧 这世间没有相同的两片叶子 也没有相同的两个人 即使是双胞胎 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长相和性格有所不同 不过这些姐妹花的颜值 有的差距还是蛮大 有的却是难分上下 各有特色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击订阅收看更多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